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具体的日期还没确定 没有新闻嘛 为什么把我们再拿出来 按照郑英剑这么说 他与孟家慧结婚只不过是一个构思而已 最后什么时候结婚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不过他肯对外宣称有这个想法 相比起之前已经有了飞跃式的进步 但不知道是不是他与孟家慧的关系 是上天一早安排 郑英剑十年前与阿萨合作 我老婆未满18岁的时候 饰演这英剑老婆的阿萨 在戏中的名字就已经与孟家慧的英文名字一模一样 我跟他拍这个视的时候还没跟有拍拖 所以说原来这个名字也是有 不错啊 有啊 还有默契 真的有一些对吧跟台词 导演也猜不到我们两个 用他们想不到的方法在演 还有我们也是把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感觉拿出来 真的很参切也很奇怪跟他合作 是真不知道为什么平常我们真的没有联络 但是在戏里面每一天开工也是开心 十年后在演郑英剑的老婆 阿萨表示与对方的感觉 仿如失散多年的夫妻重逢般感动 不过现实生活中阿萨已经结过一次婚 心动历程起了很大的变化 倒是依然还没结婚的郑英剑 其大男孩的爱玩性格总是一成不变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刚刚进来 然后看到他进来 然后他说 喂 又问我这些问题 就是这样 就抱怨 他真的还是那样 对啊 就是好像小孩子 然后每一天跟你研究打电动阿 然后跟你研究最新的科技阿 然后取笑你阿 对啊 每一天都做同一样的事情 放红视频香港报道 这个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英语 这是一语字 然后我自己研究 repeat after me 其他自己研究 十 十 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